三井被针对后 老爹安排大家要以鹰幕为进攻核心 小河田有着过人的身高和轻易来到篮下的力量 鹰幕 你觉得你有什么长处可以战胜他 鹰幕回答 当然是我广阔的胸怀 坚强的意志 还有那英俊的相貌 老爹听不下去了 我没让你扯犊子 其实就是你的速度和惊人的运动量 没了 没了 鹰幕有点不乐意了 我那么多的优点 这老头怎么只看到这些 回到比赛 鹰幕持球对上肉憨憨 安田点评 虽然鹰幕比对方矮了20公分 但鹰幕平时总是被矮他一头的工程耍得团团转 所以他只要用速度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鹰幕问着小河田 肉献献 你推倒了我两次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力气很大 比力气我可不会输给你的 小美的板断大声提醒鹰幕去和他比速度 但三小英哪能听得进去 从哪跌倒的 我要从哪爬起来 白好姿势对准小河田 又是一记以野蛮冲撞 如此气势 旁边的一击都撼动了裁判 红色十号 带球阻步 鹰幕还想狡辩 只不过是狡猾了一下而已 赤木上来就是一拳 三井和工程也上来斥责 你这个笨蛋一天瞎胡闹 就是到跟他比力气 咱小英又听到了不想听到的话语 开启防御技能闭上耳朵 鹰幕是赶紧安抚一下 快回房去吧 别想那么多了 但鹰幕回房之后还是老样子 一眼选择要和韩瀚比力气 三井看着都着急 你就不能往前绕一绕吗 非要害得死磕 刘川峰也是无力吐槽了 白吃一枚 正经拿球正准备传给小鹤天 赤木眼疾手快 已经做出了截球的准备 但作为山王的队长 反应速度确实够快 看到赤木已经封死了路线 将球传给他身后的鹤天 鹤天拿到球丝毫没有停留 顺势传给了内线的憨憨 小鹤天这次出手 可能手感差了点 并没有投进 但大脑尼掌也已经来到了篮下 跳起去将球扑扣入王 这一扣可了不得 与香北仅有一分之差 最重要的是 圈长都开始在为山王呐喊 老爹说的果然没错 如果香北表现得好 会有些学着掌声和支持 但当他们看到山王追了上来 就会一边倒的 全部为山王加油 无以例外 果然的压力也是瞬间就上来了 虽然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真的看到后还是挺闹心的 刘川芬也听不下去了 向老爹深情出战 但刘川芬还要留着制风则为 现在还不是他出场的时候 英勇军团也是为鹤木担心 难道鹤木在戾气上 还真比不过那个家伙 只有杨婷一言不发 似乎已经知道了结果 三井又准备教训一下鹤木 但这次被赤木给拦住了 还是让我来吧 你一定要太高了 一刻头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把药撑下去 别忘了你平时练球的时候 是和谁在篮下撑球 既然你不会用技球 那就和他在力量上决一胜负 山王再次断掉香北的球 鹤木立刻想起了赤木的话 重心放低 把药撑下去 并且这次鹤木似乎意识到了 小和天只会一种进攻方式 每次都是把他一点一点地 挤到篮板下然后转身投篮 而且别人也总是等他到了篮板下 才把球传给他 鹤木问着小和天 他喊你只会在篮下投篮吧 这次鹤木是一动不动 也已经适应了小和天的力气 轮到小和天慌了 谁说吃奶的力气急 但就是不能再向前一步 杨平威威一下 想赢我们鹤木 你还早得很呢 鹤木继续说着 只会在篮下投篮的人 一离开篮筐就不知所措了 这脸我很清楚 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鹤木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既然知道了你的弱点 那不好意思 你该下课了